吕丽君的女儿刘秀莹自从与父亲刘鸾雄分离后 对父亲一直十分享念 在她成年之后 多次主动地向父亲抛出橄榄枝 想再修补并且延续父女之情 这又是晒照回忆往事 又是自弹自唱给父亲献歌 不过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刘鸾雄的正面回应 好在刘秀莹一直不期内 坚持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父亲的爱与思念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还真的得到了回应 刘秀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身穿宫廷服 并且捧着一大束鲜花的合照 这一束鲜花对她而言非常珍贵 因为是刘鸾雄送来的 除此之外 她还晒出了一张手写卡片 上面有刘鸾雄亲笔提字 迎应 祝你好运 享受演出 最后署名是父亲 无需之宜 这就是刘鸾雄给刘秀莹送来的鲜花与祝福 刘秀莹当然非常开心 并且还隔空回应了大刘 她公开表示 感谢我可爱的父亲来支持我的表演 最后还加上了一个蓝色的心心 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 刘鸾雄首度回应与女儿刘秀莹的回应 刘秀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生 虽然是富二代 但是对于纸醉鸡迷的一切都不崇尚 翻阅她的社交平台 发现她的生活很简单 喜好也很简单 喜欢唱歌 跳舞 喜欢玩乐高 喜欢玩动物之森 日常生活除了练舞 练歌就是玩游戏拼乐高 这样的女生心思很单纯 感情的表达也很直接 所以她会在思念大刘的时候 自弹自唱给大刘听 也会在有所感触的时候 发文表达对大刘的思念 一切从不遮掩 想要说的是 如果从前刘秀莹得到过刘鸾雄的回应 她一定会第一时间 分享自己的感受与心情 就像这一次 收到了刘鸾雄送来的鲜花 这般难掩激动 但她从来没有 也就是说 从前大刘就没有正面回应她 关于刘秀莹与刘鸾雄之间的问题 纯粹就是受到了上一代人之间的 恩恩怨怨所影响 刘鸾雄其实很疼爱刘秀莹的 从她从前无条件地给刘秀莹 无论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一切 就说明了一切 比如刘秀莹说同学可以出海玩 刘鸾雄就立即买了一艘超级豪华的游艇 刘鸾雄工作回家后 第一时间就是享受与刘秀莹的亲子乐 这些往事如今都成为了刘秀莹对父亲的回应 想说的是刘鸾雄还真不是对所有女儿都那么亲近那么宠爱 比如对前妻所生的女儿刘秀莹就不是如此 她对刘秀莹甚至要比对刘秀化还要好 如果不是因为与吕丽君闹翻了 刘秀莹应该还是刘鸾雄最爱的女儿 刘鸾雄与吕丽丽君闹翻 按理来说不该剥夺对子女的爱 不应该祸及子女 但她却断了亲子的关系 不认这一对子女 不分产给这一对子女 还将他们从家族基金的名单中踢出去 并且坚决不往来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吕丽君 刘鸾雄对于吕丽君直到今天依然有成见 两人表面上是和平分手 但是刘鸾雄对这位前任的风评非常差 简单来说 她一直在防范吕丽君 如今她所做的一切 就是防止吕丽君有机可乘 至于对刘秀莹那么决绝 以刘鸾雄的话来说就是 因为吕丽君教唆刘秀莹憎恨自己 不叫自己父亲 所以她感到非常伤心 这才决意不再与女儿联系 刘秀莹从前会这么做 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 母亲让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 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与考虑 如今长大了 开始怀念那一份逝去的父爱 开始想念刘鸾雄了 才频频表达最父亲的爱 大刘曾经那么决绝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些恩怨也应该随风而逝 终究是自己的女儿 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加之刘秀莹一直那么坚持向自己施爱 加之 大刘也是性情中人 相信也感动过 这才借着刘秀莹参加胡桃夹子的公演 送去鲜花与祝福 对于刘秀莹来说 这是2022年圣诞节收到的最好礼物 千金难买的是父爱与情义 坚持了那么多年 终于在20岁的时候 得到了父亲的回应 父女的关系能否就此修不好 这不得而知 但终究是一个好的开始 日前 有网友发现 刘兰雄与吕丽丽君的女儿刘秀莹 开通了内地的社交账号 还公开分享了自己的近况 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 据悉 刘秀莹在内地某社交平台上 开通了社交账号 但是她并没有提起自己的大名 反而介绍自己叫乔乔 是一名音乐家和芭蕾舞者 因此有网友怀疑 该账号是在假冒刘秀莹 于是 找到了她本人的外网社交账号 询问此事 刘秀莹表示 该账号真的是她本人 她确实开通了内地账号 刚刚开通内地账号的刘秀莹 专门发了视频做自我介绍 晒出了多张自己跳芭蕾舞的美照 还分享了和妈妈吕丽君的合照 翻看刘秀莹的社交账号会发现 她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养老院 送食物 表演节目 关爱老人 她也晒出了不少自己陪伴老人的照片 照片中 刘秀莹穿着黄色的工作服和黑色长裤 扎着两个小辫子 显得十分少女 她亲切地给满头白发的老人送东西 丝毫没有豪门千斤的架子 刘秀莹去养老院服务老人的照片曝光后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夸赞她有爱心 为她的行为点赞 刘秀莹不仅有爱心 还非常优秀 此前 她还晒出了自己获得芭蕾舞金奖的照片 穿着舞蹈服的她身姿挺拔 仪态非常好 一看就是常年练习舞蹈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已经二十岁的刘秀莹 长得越来越像爸爸 小时候的她更像妈妈 清秀可人 但长大后 五官和爸爸刘鸾雄 好似复制粘贴的一样 一看就知道是刘鸾雄的女儿 刘秀莹是刘乱雄 与旧爱吕丽丽君的女儿 她出生时 父母感情正浓 爸爸对她可谓是极尽宠爱 时时刻刻把她带在身边 送她价值上亿的豪华游艇及钻石 然而 吕丽君与刘乱雄 并没有恩爱到最后 反而是干比成功上位了 2016年 刘乱雄公开登报声明 自己与吕丽君 已经于2014年正式分手 出于对孩子的照顾 吕丽君仍然住在她的豪宅里 父母正式分开后 刘秀莹与爸爸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刘乱雄甚至将她连同弟弟刘子峰 以及妈妈吕丽君 一起提出了家族基金会 以后她无法再继承爸爸的遗产了 不过 刘乱雄也没有狠心到真的不管儿女 她赠予了吕丽君 约20亿港币的资产 还会承担孩子的抚养费 说起香港的豪门千金 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 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 各种礼物输到手软的模样 但大家印象里的豪门千金 仅仅是那些生活在父母身边的例子 其实还有很多不受宠的豪门千金 就比如 香港富豪刘乱雄的女儿刘秀莹 就是这样一个豪门妻子 就拿刘秀莹20岁的生日来说 虽然是在价值十亿的豪门里举办的 但刘乱雄作为父亲 却对女儿的生日不闻不问 似乎这只是 一跟自己同性的不相干的人 如今的刘秀莹 已经长成了一个 20岁亭云立的少女 虽说颜值不像父亲刘乱雄 年轻时交往的 李嘉欣 蔡少芬等女明星那般战优士 但年纪轻轻 刘秀莹已经拿到了 武术和芭蕾舞的冠军 终以见得她的优秀 按理说 拥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 父母自然是骄傲的 但刘乱雄的态度却始终冰冷 根本不理回这个女儿 甚至连刘秀莹多次在社交平台上 表示自己很想念自己的父亲 刘乱雄也依旧态度冰冷 根本不去探望女儿 而说起刘乱雄 为何态度如此冰冷的原因 就不得不提到 刘秀莹的母亲吕丽君了 在刘乱雄的现任妻子 香港娱乐记者出身的干比 没有出现之前 刘乱雄独宠吕丽君一人 只要是吕丽君想要的 刘乱雄都会想尽办法送给吕丽君 后来干比出现 刘乱雄也没有第一时间 与吕丽君分手 似乎在她心里 一直都有吕丽君的位置 然而 真正让刘乱雄难过的是 当初刘乱雄生病住院之时 吕丽君始终没有去探望自己 反倒是干比一直忙前忙后 不分昼夜地照顾着她 如今 虽然刘秀莹和爸爸的关系 不是从前亲密 刘乱雄专宠 干比的女儿刘秀莎 但她在妈妈吕丽君的教育下 成长得十分优秀 也希望她以后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